即11岁泰王放松管空 允许二王子回国辅政 海外四字终于有机会了 这段时间泰国王室最大的新闻 就是二王子回到国内 已经引发了轰动效应 马哈国王作为一国之君 必须以王室利益为重 很多选择看似匪夷所思 实则已经是最优解 二王妃是个传奇的女性 原本只是个小演员 被马哈看上后摇身已变成了王楚妃 原配宋沙婉立位高权重 背后站的是玉昆家族 自然容不下他们 因此当年二王妃在最受宠的时候 直接被连根拔起 一家人被赶到海外无比蹊跷 马哈国王也爆发雷霆之怒 没收了母子五人的护照 只把小女儿思蕊范接了回来 如今马哈国王却放松管空 直接让二王子回到国内 并且已经逐步在接手王室公路 看似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实则马哈在控制局势 新一轮的宫斗再次展开 当年二王子离开泰国的时候 还是个十多岁的少年 如今回来已经是中年人 不少王室专家都觉得 马哈让二王子回来 即使是为了辅政 事实上年轻时候的马哈 真可谓是冷血无情 根本不搭理海外四子 三王子被下了并未通知数 动手术前给泰王留下一书 马哈国王照样按兵不动没有回应 如今71岁的泰王 年事已高 到了需要人照顾的年纪 才对海外四子放松管 看似是冷血无情自私自利 但是这个选择对王室很有利 至少可以多一个帮手 在海外四子当中 二王子最野心勃勃 经常出席政治活动 在泰国民间拥有大量粉丝 即使人们目前也能理解 毕竟泰国国王手握实权 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老百姓过什么日子 因此才华横溢的二王子 回到国内的时候 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甚至有人直呼王者归来 拥有美国法律博士学位 多年来一直忧国忧民 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 二王子的确做得很不错 从现场的路透照也能看出 二王子受到了民众热情的接待 简直就是准王储的待遇 即使多年流亡海外 二王非一脉 还是守得云开见月明 总算是等到了出头之日 无论是能力还是学历 几帮功都不是二王子的对手 瞬间显得暗淡无广 这次太王直接出手 把最优秀的儿子接了回来 或许继承人是谁已经想好了 就算二王子遭受了 很多不公平的态度 只要太王一声令下 才是无怨无悔回到国内 由此可见 双方没有完全闹僵 至少还能够在王室团聚 未来就有无限种可能 王室专家安德鲁认为 太王心里还是最认可替帮功 早已当成了继承人来培养 即使二王子已经回国 充其量也只是个辅证工具人 地位不会越过提帮功 虽然手心手背都是肉 但是马哈国王更加偏爱提帮功 这其实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毕竟双方不是一个母亲生的 以后没有马哈国王保护 提帮功很有可能被拉下马 二王子现在已经是中年人 宁愿放弃婚姻 也要保住自己的继承权 证明他是个有野心的人 一旦手握十权后 提帮功肯定难以招架 太王此举看似是为提帮功仇农 实则更像是引狼入室 站在人性的角度上 二王子不会把江山拱手让给提帮功